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茴香爆蛋如何做 今天准备了一斤茴香和三个鸡蛋 首先我们把茴香清洗干净 洗净后的茴香 我们用剪刀剪去茴香的根部 剪去根部的茴香 我们再次洗净 洗净后我们放到案板上 用刀切掉茴香根部的后半部分 我们只保留前面的三分之二处 然后我们把茴香用刀切成末 切成末的茴香我们放一边备用 我们准备小香葱的葱绿树根切成末 放一边备用 我们把我们准备好的鸡蛋 一一打入到碗中 碗中加入两克食盐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打散 打散后我们放置到旁边 下部我们把切好的茴香末放入到鸡蛋碗中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把切好的葱末也放入到碗中 搅拌均匀 起锅放油 油热后我们把鸡蛋倒入到锅中进行翻炒 翻炒树下后 我们看到我们的鸡蛋已经充分包裹住茴香苗 两分钟后 我们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香喷喷的浑香炒鸡蛋就好了 如果没有这样做过的家人可以尝试一下 别有一番滋味 茴香苗 营养很丰富的蔬菜之一 它的葫芦菇素和钙的含量很高 维生素的B1、B2、C等等含量也很高 今天我就把这道菜分享给家人 你学会了吗 如果喜欢就试试吧 喜欢我做的菜就请关注我 关注阿勇每日小厨 每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